大家好,我们看看这个啊 这是上海的居民啊 上海的居民说我们饿极了 我们要物资啊 对着这个管理人员啊 政府的官员说我们要饿死了 有人说面对官方啊 国人如果都像上海这两位女士 这样的勇气 说严谨地啊 就是中国所多马 可能会比现在好多了啊 然后有人说了 怎么站出来都是女的 是吧 男人不感觉到羞愧吗 看看这个给大家啊 请用一句话形容上海目前的遭遇 一句话啊 说上海滩 把上海滩弄成了上海滩 第一个滩 滩污 滩官污吏 贪婪的滩 第二个就是说的上海滩 那个电视剧 第三个上海滩 是已经瘫痪的滩 是吧 再看看这个 打人啊 打人啊 大人了啊 这个 在村口 这叫南河县 南河南河 南河我知道 南河是河北省 邢台市的 邢台地区的啊 打人 打人啊 把这把这女的给打一顿啊 这女的还怂了 就跑回家去了 这你看 守着村口都是男的啊 欺负一个女人 你有什么权利打人的呀 对不对 这不是法西斯吗 反人类 这是暴力啊 对吧 南河我还认识南河几个人 姓魏的 姓魏的啊 他们在北京做粮油批发 他们挣了不少钱 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姓魏的家族 都是南河人 都是河北形台的 还有姓告的 姓告的家族是河北 苍州县县的 他们做粮油 做的相当大 主要是做油 啊 做油 然后这两家啊 互相还结亲 还联姻啊 所以他们搞的相当大啊 那些做油的 做面粉的 都是他们这边人比较多啊 好吧 好 啊